早在二三十年前 一提到有钱人 我们说的只有百万富翁 最多千万富翁 但是现在我们说的都是亿万富翁了 在现今的社会 富豪的数量越来越多 赚钱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不夸张的说 有一些人赚钱的速度 比数超级数钱的速度还要快 快到你眼睛眨一下 几百万美元就轻松的入账了 要赚一百万美元 有些人可能需要三十年 有些人可能只需要十年 而有些人可能只需要一天 前一阵子 美国福布斯官方就公布了 全球亿万富豪的财产状况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到底谁是世界上赚钱速度最快的人 第五 谢尔盖布林 日赚254万美元 大约7500万台币左右 为人低调的谢尔盖布林是 Google谷格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 他是一位美籍俄罗斯裔企业家 长期位列世界亿万富豪榜前十名 他现在是谷格姆公司Alphabet的总裁 而这一间公司正在欧洲面临大规模的反垄断斗争 欧盟曾对Alphabet开出27亿美元的罚单 目前Alphabet的股票在美国大约是1500美元一股 公司市值高达1万亿左右 所以这个罚单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第四 拉里佩奇 日赚259万美元 大约7600万台币左右 和谢尔盖布林一样 拉里佩奇也是Google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拉里是一个数学天才 他的父母亲都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 在他21岁时 他从斯坦福大学修学并创办了谷歌 至今为止成为世界上赚钱速度最快的人之一 Google的网站被中国禁止 但今年47岁的拉里佩奇 现在每天都赚259万美元 如果他的网站进入中国市场 那岂不是更多 第三 杰夫贝索斯 日赚376万美元 大约1.1亿台币左右 杰夫贝索斯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Amazon也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 他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身家已经超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他有1660亿美元的资产 年龄56岁 每天躺着都能够赚376万美元 毫无疑问是全球赚钱最快的人之一 马云的阿里巴巴大部分就是模仿Amazon的 他把亚马逊的模式搬到中国并扩展改进 第二 比尔盖茨 日赚386万美元 大约1.14亿台币左右 从1995年到现在 比尔盖茨已经连续20多年成为世界首富 近几年 他的身家虽然有被超越过几次 他现在还是拥有110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 64岁的他每天能赚376万美元 在2008年时比尔盖茨宣布退休 并宣布去世后会把99%的个人财产全部捐给基金会 为世界贫困国家提供援助 能成为富豪不容易 而富有了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钱全部都捐出来 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 马克扎克伯格日赚479万美元 大约1.41亿台币左右 马克扎克伯格是脸书的创始人兼CEO 而脸书也就是Facebook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社交平台 马克在32岁的时候就赚到了560亿美元 从他出生到现在平均年收入是17亿美元 也就是说他每天在赚479万美元 最重要的是 马克目前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豪 他是历年来全球最年轻 同时也是白手起家的超级富豪 今年36岁的马克还很年轻 所以他活着的每一天能赚到的钱 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多 在今天的世界里衡量一个人的赚钱能力 除了要看数量还要看速度 你说是吗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点赞留言和分享 还有别忘了订阅然后按下铃铛 谢谢观看财神爷讲钱